兄弟们买二手房车有活动啊 年底有活动充销量啊 百姓二手房车 来十万块钱一个 看那边 19年上牌这台33,000公里啊 然后这台36,000公里 最为4万公里啊 三台车统一售价 老板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啊 能下低窟的露营房车 而且有深顶 33,000公里啊 准新出一台 2.0T的汽油机 配6AT的自动的变速箱啊 不是石表甲一配三啊 驾驶商给你的感觉 就是一个商务车 非常非常好开 真的 男的开女的开小朋友开 当然小朋友不可以开啊 都OK 百变的玩法 各种各样的睡姿啊 都可以体验一下 这跟他小六座三张床 兄弟们 这个是222布局的一个纯正商务风 前二周二后二啊 六座冰箱水池自带水电 双人大窗一张啊 还带四个座椅 上方是身顶额头床 这个车其实是很好玩的啊 如果我们需要个开阔的空间 还可以把它打开 这家伙一下就通透了 通透了 并且在后备箱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拉帘 在这里可以上厕所 配便携式 塞的福特马桶啊 这边有独立的淋浴花杂 装的是特鲁马的热水器啊 兄弟们 就是这样一台小车啊 这又是一张床 上面一张床 可以住 自个人的一个模式啊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它的第二种生活模式 超大空间 直接给你变成一个大客厅 配28升的一个大冰箱啊 这边是洗菜池 这边是小厨房 后皮箱表现真的很好 目测一下 装个三四个行李箱啊 非常OK的 来看第三种玩法 忘了讲啊 长度只有4米9 高度2米1 是可以下低库的 宽度只有1米93 上蓝牌C本啊 第三种生活模式 哦这个太好看了啊 一下就惊艳到我了 双人大床 还有一个独立的客厅 需要桌子 哎卡座 开着车就能走啊 停下来就能睡 不喜欢要升顶 直接就不升了 这样也可以在里面生活的 这个好啊 睡个两个人啊 多么浪漫 比你买个床车要好太多了 就是这么一台小小的露营车啊 现在我们干到10万块钱一个啊 10万兵8千块啊 开回家 走你 好